诗篇第136篇 那独行大骑士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呈现那用智慧照天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呈现那铺地在水以上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呈现那造成大光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照日头管白昼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照月亮星术管黑夜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呈现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施展大人的手和伸出来的绑壁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呈现那分裂红海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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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粮食给凡有血气的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响西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 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 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 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 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纪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 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堂 耶路撒冷招烂的日子 以东人说 拆毁 拆毁 支拆到根基 耶和华 求你纪念这仇 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 报复你 向你带我们的 那人便为有福 拿你的婴孩 摔在磐石上的 那人便为有福 诗篇 第138篇 我要一心称谢你 在诸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 因你 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 过于你所应许的 我呼求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 鼓励我 使我心里有能力 耶和华 地上的君王 都要称谢你 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 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 因耶和华大有荣耀 耶和华虽高 仍看顾低微的人 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 我虽行在患烂中 你必将我救活 我的仇敌发露 你必伸手抵挡他们 你的右手也必救我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耶和华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诗篇 第一百三十九篇 耶和华 你已经见察我 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晓得 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卧 你都细查 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 我舌头上的话 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 按手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 是我不能急的 我往哪里去 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 躲避你的面 我若生到天上 你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塔 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开青城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 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 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 黑暗 必定遮蔽我 我周围的亮光 必成为黑夜 黑暗 也不能遮蔽我 使你不见 黑夜 却如白昼发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 都是一样 我的肺腑 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覆辟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 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深处 被联络 那时 我的形体 并不像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早已看见了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度一日 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 向我何等宝贵 奇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 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仍和你同在 神啊 你必要杀戮恶人 所以 你们耗流人血的 离开我去吧 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 你的仇敌 也望称你的名 耶和华 恨恶恶你的 我岂不恨恶他们吗 攻击你的 我岂不正贤他们吗 我切切地恨恶他们 以他们为仇敏 以他们为仇敌 神啊 求你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寻我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诗篇 第140篇 耶和华 求你拯救我 脱离凶恶的人 保护我 脱离强暴的人 他们心中 图谋坚恶 常常聚集 要征战 他们使舌头 尖利如舌 嘴里有回舌的毒气 希拉 耶和华 求你拯救我 脱离恶人的手 保护我 脱离强暴的人 他们图谋 推我跌倒 骄傲人 为我暗设网络和绳索 他们在路旁铺下网 设下圈套 希拉 我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 求你留心 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 我救恩的力量啊 在征战的日子 你遮蔽了我的头 耶和华 求你不要随恶人的心愿 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 恐怕他们至高 希拉 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 愿他们嘴唇的奸恶 陷害自己 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 愿他们被丢在火中 抛在深坑里 不能再起来 说恶言的人 在地上必坚立不住 祸患必掠取强暴的人 将他打倒 我知道耶和华 必为困苦人申冤 必为穷乏人辩去 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 圣子人必住在你面前 真言第三十章 亚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就是真言 这人对伊铁和乌甲说 我比众人更蠢笨 也没有人的聪明 我没有学好智慧 也不认识智圣者 谁升天又降下来 谁飓风在掌握中 谁包水在衣服里 谁立定地的四级 他名叫什么 他儿子名叫什么 你知道吗 神的言语 句句都是炼净的 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他的言语 你不可加添 恐怕他责备你 你就显为说谎言的 我求你两件事 在我为死之先 不要不赐给我 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使我也不贫穷 也不富足 赐给我虚用的饮食 恐怕我饱足不认你 说耶和华是谁呢 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 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你不要向主人 缠绑仆人 恐怕他咒诅你 你便算为有罪 有一宗人 咒诅父亲 不给母亲祝福 有一宗人 自以为清洁 却没有洗去自己的污秽 有一宗人 眼目何其高傲 眼皮也是高举 有一宗人 牙如箭 齿如刀 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 和世间的穷乏人 马皇有两个女儿 常说 给呀 给呀 有三样不知足的 连不说够的 共有四样 就是阴间和食胎 进水不足的地 并火 细小父亲 藐视而不听从 母亲的 他的眼睛 必为谷中的乌鸦 啄出来 为鹰除所吃 我所测不透的奇妙 有三样 连我所不知道的 共有四样 就是 鹰在空中飞的道 蛇在磐石上爬的道 船在海中行的道 男与女交合的道 淫妇的道 也是这样 他吃了把嘴一擦 就说 我没有行恶 使地震动的有三样 连地担不起的 共有四样 就是仆人做王 鱼玩人吃饱 丑恶的女子出嫁 婢女皆续竹母 地上有四样小物 确甚聪明 蚂蚁是无力之类 却在夏天预备粮食 沙藩是软弱之类 却在磐石中造房 蝗虫没有君王 却分队而出 手工用爪抓强 却驻在王宫 步行威武的有三样 连行走威武的 共有四样 就是 狮子乃百兽中最为猛烈 无所躲避的 猎狗 攻山羊 和无人能敌的君王 你若行事于完 自高自傲 或是怀了恶念 就当用手无口 咬牛奶必成奶油 扭鼻子必出血 照样激动怒气 必起争端 诗篇第146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的心哪 你要赞美耶和华 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 我还活的时候 要歌颂我的神 你们不要依靠君王 不要依靠世人 他一点不能帮助 他的气一断 就归回尘土 他所打算的 当日就消灭了 以雅各的神为帮助 仰望耶和华他神的 这人便为有福 耶和华照天 地 海 和其中的万物 他守城时 直到永远 他为受蛆的深渊 是食物与饥饿的 耶和华释放被囚的 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 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 耶和华喜爱义人 耶和华保护寄居的 扶持孤儿和寡妇 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 耶和华要做王 耶和华要做王 直到永远 西安啊 你的神要做王 直到万代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47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应歌颂我们的神 为善为美 赞美的话是何疑的 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 聚集以色列中被感散的人 他医好伤心的人 裹好他们的伤处 他数点心术的树木 一一称他的名 我们的主伟大 最有能力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耶和华扶持谦卑人 将恶人倾覆于地 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 用情向我们的神歌颂 他用云遮天 为地降雨 使草生长在山上 他赤食给走兽和提叫的小乌鸦 他不喜悦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耶路撒冷啊 你要颂赞耶和华 西安啊 你要赞美你的神 因为他兼顾了你的门栓 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 他使你静泪平安 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 他发命在地 他的话搬行最快 他降血如羊毛 洒霜如炉灰 他治下冰雹如碎渣 他发出寒冷 谁能当得起呢 他一出令 这些就都消化 他使风刮起 水便流动 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 将他的律例 典章指示以色列 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 至于他的典章 他们向来没有知道 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48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从天上赞美耶和华 在高处赞美他 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 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 日头月亮 你们要赞美他 放光的星数 你们都要赞美他 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 你们都要赞美他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 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 他将这些立定 直到永永远远 他定了命 不能废去 所有在地上的 大鱼和一切生羊 火与冰雹 血和雾气 成就他命的狂风 大山和小山 结果的树木 和一切香薄树 野兽和一切生畜 昆虫和飞鸟 世上的君王和万民 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 少年人和处女 老年人和孩童 都当赞美耶和华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 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 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 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 因此他一切圣名以色列人 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 都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 第149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向耶和华唱新歌 在圣名的会中赞美他 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 愿西安的民 因他们的王快乐 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民 几鼓弹琴歌颂他 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 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 愿圣民应所得的荣耀高兴 愿他们在床上欢呼 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 手里有两刃的刀 为要报复列邦 刑罚万民 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 用铁辽锁他们的大臣 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 他的圣民都有着荣耀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50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在他显能力的穷昌赞美他 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 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要用脚身赞美他 鼓舍弹琴赞美他 击鼓跳舞赞美他 用丝弦的乐器和销的声音赞美他 用大响的波赞美他 用高深的波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真言第31章 利木伊勒王的言语 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真言 我的儿啊 我父中生的儿啊 我许愿得的儿啊 我当怎样教训你呢 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 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 利木伊勒呀 君王喝酒 君王喝酒不相宜 王子说 农酒在那里也不相宜 恐怕喝了就忘记 利利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 可以把农酒给江王的人喝 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 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 不再纪念他的苦楚 你当为哑巴开口 为一切孤独的深渊 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 为困苦和穷乏的便躯 才得的妇人 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她丈夫心里倚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意无损 她寻找羊绒和麻 甘心用手做工 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 未到黎明她就起来 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将当作的工分派婢女 她想得田地就买来 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 她以能力束腰 使榜臂有力 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力 她的灯终叶不灭 她手拿碾线杆 手把仿线车 她张手周济困苦人 伸手帮不穷乏人 她不因下雪 为家里的人担心 因为全家都穿着珠红衣服 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 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 她丈夫在城门口 与本地的长老同坐 为众人所认识 她做细麻布衣上出卖 又将腰带卖于商家 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 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 她开口就发智慧 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 她的儿女起来 称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称赞她 说 才得的女子很多 唯独你超过一切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服的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 必得称赞 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 愿她的工作 在城门口 荣耀她 请不吝点赞